感受驚訝 過度敏感會造成這樣的現象 通常有幾個可能性 一個是結構受損 一個是皮膚正在發炎的現象 那結構受損的時候 比如說你角質層因為過度的去角質磨砂 或者是過度的一些措施 造成不當的擠壓之類的 造成角質層的受損 或者是造成皮膚的暫時性的發炎的現象 另外一個部分是你當有皮膚疾病的時候 比如說你真的在植肉性皮膚炎發作 可能在某些部位開始出現一些紅紅脫屑的現象 很乾燥的現象 那另外一種情況就是所謂的酒糟的發作 皮膚可能開始脹紅 甚至出現一些小濃泡小紅疹之類的 這些皮膚在擦保養品的時候 都可能會造成刺激敏感的現象 所以民眾就會認為說 我的皮膚是敏感的 那最可怕的是一種叫做保養品不耐症的東西 因為你皮膚綜合了角質層的受損 皮膚持續慢性的發炎 跟一些甚至持續有酒糟的在發作這樣子 所以你不管擦任何的東西 甚至碰到水都會刺痛 這種情況下就代表皮膚真的變得很敏感了 所以敏感肌的造成原因 有一些可能是因為一些不當的保養措施 通常是長期慢性的傷害 低度的傷害造成累積的效應 那有一部分是來自於皮膚疾病的發作